一直以來都有一個都市傳說 就是為什麼飯糰店、便當店那些飯 是雪極都這麼軟熟的呢? 湯!湯! 買了是料 我們今天講的非常非常簡單 大家都吃很多很多 就是米了 有沒有人曾經都很懷疑過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去買一些飯糰 你在街上買吃很軟熟、很好吃的 自己是不知道為什麼做不到的 我們自己做一個飯 然後放一個飯盒 總是硬到一塊東西 當然這些是眾說昏雲 就會有不同的理由去解釋 就是因為這樣 我們搜羅了幾隻米 這四隻都是大家比較常見的 這裡有糯米 泰國香米 日本米 米和印度香米 米呢 兩樣東西 直鏈澱粉和脂鏈澱粉 煮成飯之後 那個口感的差別 就是在直鏈和脂鏈澱粉的比例 你就可以看到出來的了 我們把這裡排成最少和最多 直鏈澱粉最少的 就是大概十以下的 就是糯米 所以它的脂鏈澱粉就會佔了九十幾個% 日本米這個品種 其實會叫它做 鮮米裡面的 它們的直鏈澱粉比例 它們的樣子是二十至三十個% 準備了四個在這裡 當然是煮了它 但是洗這麼多米很累的 我們開了這個 在某日本公司買的 不是廣告來 是真錢買的 就是一個洗米器 因為日本人洗米的次數其實都很密的 它們會洗得很清澈的 有時候會要求 所以就出了一個這樣 大家就應該可以用最少的水量 就可以洗好你的米 這裡是穿孔的 下面就是另一個碗 就可以裝了一些水的 或者你其實拿一個沖茶的那些 上面有一個茶格的壺 其實已經可以滿足到了 倒還沒用的 真是正式倒米 倒米進去倒人家 倒米倒人家的倒米氣 就是這樣 嘩好玩喔 接著它就說扭開這個蓋 就可以很方便地倒水 是不是?好像是喔 真的喔 嘩這樣算是幾方便喔 如果要過水 嘩 正喔 如果你超過洗一次的人 真是正喔 是這裡吃了米 這裡 如果桶太窄就不好用 如果有一個 4-4 兩人size 可能會好些 嘗試第二隻米 好了 來了 洗米 嘩 再來 咦我有一個疑問 其實中間這個空間 這個空間是什麼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如果我這個蓋子 可以直接扭上去 其實我覺得 都可以 創多一點 撞擊力 那我們呢 這個 機器都試用了 我自己覺得 幾好 可以 減少一點就更好 因為它可以充到三杯米 我覺得好用 但是不知道怎麼說 這個東西不便宜的 一百多元 而且它是有想法的 它的蓋子 那些 那些邊位 你不要以為它特意好像 扮到外太空 其實因為不是有這些 粒粒位 其實你扭不開的 應該是經過 無數次測試 有想法的工具 你們家裡 是不是會有一個東西 可以輕鬆地取代它 導致用眼的形 有一種 我就算我激讚 都會被人一下 KO的感覺 哈哈哈哈 我們回來了 洗好全部的米 那我們就 用一個最統一的方法 我們放些水 把它一起蒸 但是我們水量 就是一模一樣的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 不同類型的米 可能吸水量也不同 那大家用一個標準來測試 那下次 直接煮都沒那麼害怕 我們的實驗出了意外 我們的工具不夠 這樣可以嗎 這樣都可以 嘩 好厲害 我的廚具千錘百年 才剩下的 COOL 好了 那我們這個彈都已經設定好了 那我們就可以 繼續下一步 其實是保險 你不夠水 你真的吃不到 多一點 最多是難一點 所以如果是一隻全新的米 我多數都會比較 偏向1.1 就是比平時 你想像中多一點 那我們這裡有50 那我們就下55 還有每一個米 其實真正 它需要煮法 真的有些不同 這個不是一個很準的測試 只是給大家看 究竟每一隻米 用同一個水量 大概的質感上會有什麼分別 好了 夠了 我們蒸了25分鐘 應該就沒什麼大問題了 不錯不錯不錯 好像有些大碗 有些小碗 拿出來看看 好 那我們全部已經蒸好了 這個就是糯米 你塗上去 是很明顯的 是很黏的 你看到它是黏成一團的 口感 看一下 略為濕了一點點 所以沒有了糯米煙的口感 這個可以直接 做成年糕 那些 那個軟度 所以應該是1比1 我想已經很夠了 那個水量 這個就是 日本米 你看到 它是比較濕的 黏得來 它是分得到 一粒粒的 超級甜 乾一點點 也是會 好一點 這個 就是大家最熟悉 一碗飯的樣子 最熟悉的味道 這個 就是印度香米 一剷下去 你就會很明顯分到 是比較散 是比較濕的 印度米 你咬下去 是全部 逐粒逐粒逐粒 都感覺到的 變成了 配合咖喱 它是超級配的 因為咖喱就是一堆汁 你拌下去 印度米之後 你吃下去 好像在吃那些 咖喱味的雜豆 有很多位置 你可以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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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怎樣冰呢 才令到飯不猛 我都幾震撼 原來得到一個消息 就是冰飯糰 冰便當 冰三文治 其實你看它放在雪櫃裡面 不過那個雪櫃 其實並不是 跟我們家的雪櫃一樣 是四度的 那個櫃 其實大概維持是 18度的 我們先把飯 分成為兩份 一份我們會放進雪櫃 一個我們會盡量製造一個 18度的空間 給它在裡面 我們玩最危險的溫度 就是7度到60度 在這個範圍裡面 都是細菌會比較容易 繁殖和滋生的 細菌多數最容易繁殖就是 失溫 即是四十幾度 我們酵母菌都會死 所以有些菌 就不是真的可以去到這麼高溫 其實只要低過20度 然後細菌繁殖的速度 就會很慢很慢很慢 那個櫃裡面的東西 多數就是一天之內 就要買光 我們今天就嘗試一下 模擬一下 看看如果18度 是不是真的放幾個小時 都不會變硬 和雪櫃完全不同 我們就試這個 搞定了 我們就分開兩份 這個我們攤平之後 就會在4度裡面 雪櫃4個小時 這個就放在一個 模擬在18度的空間 很簡單而已 大家在家裡 都應該已經可以做得到的了 你一定有的嘛 這個袋是不是 不用說的 如果沒有就勾的了 一塊大的冰種 裡面現在這個空間 你看到我放在溫度計 看到嗎 18.3度 只要不是貼著它 它就不會太冷了 所以我們 用一塊木板 用一塊砧板 隔了一些洞 不要讓它直接接觸 放上去上面 4個小時後再見 好了 經過了4個小時 我們就可以回來了 溫度也保持得不錯 是不是 19度 那我們就馬上來試一下 有什麼分別 最主要是很冷 而且開始有點粗 然後18度 看看會不會好一點 差不多 真的不是說得出有什麼分別 4個小時來算 其實那個差別 又沒有去到 或是非常明顯 那我們試一下 糯米 吃一顆沒有味的糯米 很奇怪 都是沒有什麼分別 那我們就不要想了 一來就去盡一點 我們再加多8個小時 總共12個小時 出來有什麼分別 經過了8個小時 我們終於回來了 剛剛睡醒 你看看我 人家就好像日本人 我們早餐吃白飯 日本米 那它也是能放進去 接著一個就是18度 哦 差很遠 這個還是飯的狀態 雪櫃 還有這位已經很硬 中間那些位就沒有那麼硬 但都是吃到 是邊位乾了 18度 有時候 跟昨天放4個小時 吃一樣 泰國米 可能泰國米 本身就是比較 挺身一點 乾起來 是粒粒都差不多 比起日本米 有些 你會咬得很硬很硬 好像碎濕濕 然後有些軟 它整體是一致一點 不過如果它放18度 會不會都是一樣呢 這個明顯比8個小時前 是乾了一點 像是落少了水煮的那個感覺 我覺得都是有明顯有 流失了水分 印度米 就是這樣 已經變成即食 未吸水的米 這樣 咬不到 兩邊都是咬不到 好像吃米通 這個是4度的糯米 然後這個是18度的糯米 我們先試4度 沒有影響 好像在吃芒果糯米池那層皮 直接吃 很棒 很爽 然後18度 好像在吃那些紅豆燒餅 它那個 擁放的程度 好像是跟它的 直鏈電費的比例 好像是有少少關係 我不知道是剛巧 還是背後的原理 這些真的太深了 我覺得是吃過飯 所以如果 你真的總結一個 你覺得最好的效果 那應該 究竟怎樣做 還是怎樣可以實踐到 這些東西 在我們那個 日常生活呢 那基本上在4個小時 所有米 都是有一個 不錯的效果 就算你冷了它 其實 都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我們測試過 不過 如果你真的要冷過夜 其實 你預算 全部都是要翻熱 才可以吃的 要不然 試一下這個方法 平時一個袋子 然後加一個冰 那可能夏天就上下都要加 冬天可能只是下面加 那就可以 保存到它是食物安全得來 飯又不會硬 唉 洗了十幾分鐘 即是直鏈電粉越少 那些米呢 就相對比較容易 come from 之後再放在一個 18度的儲存空間 就可以8個小時 都不會變硬 放進雪櫃就一定硬 我一句不透氣說完 不如拍sword 好啦 那我們今集 就來到這裏了 記得like facebook follow Instagram 訂閱 還有可以加上我們的會員 那就可以 參加好多好可愛的東西 每次都講不同 就在這裏了 你看看它們 逢41434 五大新片 還有不定期的like 有什麼想拍就在下面說 有什麼是你覺得保存飯最好的方法 大家一起分享 就是這樣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其實我找了為什麼 其實因為飯呢 在這個低溫之下 那些澱粉會重新排列 那之後呢 那些水份呢 在經過重新排列之後呢 就會被人排了出來 那所以呢 那些飯呢 就會變乾和變硬 但是說完出來 我自己都覺得太深 都不知道對不對 等一下吃碗飯 又細包迫啊 又細包膜啊 這樣真的 自己說完都覺得神經 真是拜拜 我先試一下公司的新產品 回馬槍廣告系列 雞排 好像最喜歡的 我先吃他們 那將餐廳 的時候 是 ? 行